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放大陆 疫情后拼破冰 工商团体纷纷跟进 因为台湾出口订单暴跌 去年12月台湾外销订单 521.7亿美元 年减23.2% 主要因为大陆订单递言效应 今年1月出口衰退21.2% 创13年半最惨跌幅 对陆港衰退一成三 三月底四月初左右 重启会谈恢复交流 暂缓的输出跟输入的动作 造成我们这个经济的下跌 它的影响有多大 欧美的市场或者亚洲的市场 或者其他东南亚市场 你能够完全来取代 我们所上市的这一块 或者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保有大陆的市场 然后也继续拓展外围的市场 我想这才是个良策 两岸关系冰封影响企业营收 除了商种启动访路计划 想解决问题 先三会也将附入 协助解决台商困境 政府做不够工商界 接连访路 想解决问题 寻商机 但若还被扣上红帽子 谁能帮处理问题 处理拓展贸易 然后帮助台湾的农民 帮助台湾的商人 然后就被扣上红帽子 那你要怎样呢 那不然大家都不走出去 困在一个海岛上吗 2019年陆克在全球 创2550亿美元公光财 当各国都恢复陆克公光 政府却独进陆克 在野党这么讲 很频繁的交流 随属都有上万人的陆克在台湾 这样打不起来啊 他这么大 执政者嘴上说愿合作交流 但控中政策不改不放 工商团体拼自救 执政者不知何时觉醒改变主张 记者谢侯如陈宇用 台北报道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